门急诊场有便秘患者前来就诊,说是便秘很久了,已经在诊所或在药房买了开塞录,用了还是解不下来,想来灌尝,尽快解除便秘痛苦。 问,开塞录通便法很有效啊?怎么用的?答,就是挤进去,还是解不下来。 便秘的时间较长的话,就发生了粪便陷塞,在这情况下,使用开塞录,就需要注意方法,应用得当,能去到软化粪便,软化肠壁,刺激肠蠕动促进排便的目的。 下面,就开塞录的临床应用,展开延伸,解答几个便秘应用,开塞录的相关问题。 便秘是指正常的排便形态改变,排便次数减少,排出后肝过硬的粪便,且排便不畅,困难。 便秘这种情况,事虽不大,痛苦和不小。 便秘发生的主要原因,某些气质性病变,排便习惯不良,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,排便时间或活动受限制,强烈的情绪反应,各类直肠肛门手术。 某些药物的不合理使用,饮食结构不合理,影响量不足,耐用缓泻剂、伤剂、惯肠、长期卧床或活动减少等。 影响原因均可以指正常的功能而导致便秘的发生。 便秘六大护理方法,发生便秘,可以针对以上病例,对症失智,还可先行以下护理方法,以解决排便问题。 第一,提供适当的排便环境,为患者提供单独隐蔽的环境及充裕的排便时间,如拉上为连货用屏风遮挡,避开茶房,护理科警察时间,以消除紧张情绪,保持心情舒畅,利率排便。 二,选取适宜的排便姿势,床上适用便盆时,除非有特别禁忌,最好采取坐姿或抬高床头,利用重力作用增加腹内压促进排便,并经允许时,让患者下床上厕所排便,对手术患者,在手术前应有计划的训练,其在床上适用便盆。 三,腹部环境按摩,排便是用手延结肠解剖位置,自右向左环境按摩,可促使将结肠的内容物向下移动,并可增加腹内压,促进排便,指端心压缸后端也可促进排便。 四,钻尼乳机里口服缓泄料物,缓泄剂可使分变中的水分含量增加,加换肠蠕动,加速肠内容物的运行,而起到导泄的作用,在使用缓泄剂时应根据患者的特点及病情选用。 对于老年人,儿童应选择作用缓和的泄剂,慢性便秘的患者可选用碧麻油、白泄剂、大黄等接触性泄剂。 但要注意的是,缓泄剂不能来用。 五,使用紧一通便剂,常用的油开塞路,甘油穿凳,其作用机制是软化粘便,软化肠币,此机常如动数据排便。 六,以上方法之无效时,遵医主给予惯常。 开塞路正确使用方法,通过应用开塞路这种减变经济而有效的措施,帮助患者解除便秘。 本法适用于体弱,老年人和久病落床便秘者。 第一步,开塞路适用甘油或杀黎醇制成,装在塑料容器内,使用时将风口端减去,先解除少许液体润化开口处。 第二步,患者取左侧墨位,主旗放松情绪,放松能门外扩跃机。 第三步,护士或患者家属,将开塞路的前端轻轻插入肝纹后,将药液全部进入肢肠内,助患者保留5的10分钟后排便。 开塞路简易通便法次大注意事项,要向用好开塞路,邮寄点是要注意,一助患者保留5到10分钟后排便。 这一点很关键,临床有好多用的开塞路也白用的病例,一般情况下,就是挤入药液后,不知道保留一会儿,而急于解变,直接导致开塞路倒便失败。 二,将会其使用方法,地地开塞路使用虽简单,但还有不会用。 医护人员宁恶按照上述方法,将会患者家属使用。 三,心理疏导,便逆患者都很痛苦。 当时的情景可谓是生不如死,急于解决临床问题的心情,很是焦躁,迫切。 医护人员在为其积极击想办法的同时,注意为其进行心理疏导,安抚其焦躁情绪,使其配合医护人员的。 四,健康教育,段书相关学教内容,帮助患者重建正常的排便习惯,合理安排上时,鼓励患者适当运动。 开塞路的临床使用窍门,开塞路是功能性便秘的常用方法,但多数病人反应效果不佳,增加开塞路用量后效果还是不明显。 这里有两种关于开塞路的临床应用,导尿管注入开塞路加腹部穴位按摩,临床和家庭护理中,还可采用一次性导尿管,注入开塞路,并结合腹部穴位按摩的方法。 效果比较明显,具体方法,患者去左侧卧位,将一次性导尿管插入肛门20,30厘米,然后将开塞路在导尿管末端斜接, 注入开塞路410,60毫升,最后拔出导尿管,主患者加速用卫生纸按住肛门,避免有机外流,时机浸润干燥的粪快。 数者按摩病人腹部下碗,凉门,张门,官员,天书,气窗等学,如果不能寻经取学,可自身结肠,横结肠,将结肠按顺视针方向。 中环心按摩,力度适宜,指导病人有变异为止。 操作原理,便秘时,分辨干燥坚英,主要聚集在脂肠和解肠。 脂肠的长度为12、15厘米,一状解肠全长约40厘米,开塞路前端长约2.5到4厘米,如按传统说明法挤入药液。 由于插入深度不够,液液根本无法到达干燥的粪便中,达不到药效,导尿管插入于20、30厘米进入开塞路,使疗液充分接触、湿润干燥的粪便。 结合局部按摩,通过外力作用促使开塞路药液与干燥的粪便融合,充分发挥开塞路药液的滑肠壁,软肩散结,刺激肠如动的作用。 中医寻经取血按摩或按结肠方向顺湿针按摩,有助于被动粪便下行,刺激肠如动,引起反射性排便。 适用法外,此种方法操作简单、方便,病人痛苦小,适用于老年性便秘,常年习惯性便秘,生活规律改变等各种因素,引起的功能性便秘者。 注意事项,一,导尿管末端斜接,注入开塞路的时候,衔接工作一定要做好,否则容易造成药液浪费,污染床铺,二,转移患者注意力,尽量多保留一会儿。 以起到润滑肠壁,软化分块的作用。 三,提前丢好一次性护理店,避免患者更能扩约击松弛者,早上床腹污染。 二,开塞路小量不保留灌肠法,开塞路挤入无效者,可用开塞路稀释后入灌肠筒,为患者做小量不保留灌肠,疗效显著。 具体方法,一,取开塞路,4-5只20毫升只,加温开水或生理盐水,配成120-180毫升灌肠液,溶液温度为38度C。 二,具体操作方法同小量不保留灌肠。 注意事项,一,注入速度不得过快过门,以免刺激肠粘膜,引起排便反射。 二,压力一低,如用小容量灌肠筒,页面锯钢门不能超过30厘米。 三,灌入后取树式卧位,主体尽量保留溶液,10-20分钟再排便,以充分软化分辨,利于排便。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群,请在管理员Linjuanco.co请务必标注您的专业、学历、支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